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Sonia Katsanagu 我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去日本那五天 我買了蠻多東西的 然後有幾樣東西呢是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覺得 很值得買的東西 沒有後悔真的 外面有人在割草所以 可能會收到這個音 就不好意思這樣 我要先講一下標題是什麼 1 2 3 4 我要跟大家分享7樣必買 這個吸管 我要跟大家分享7樣必買小物 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住我現在這個 這發現這邊有原因的 因為我現在在喝這個 奶茶 這個是我意外買到的 好像是我去超商我就隨便抓 因為我就想說那個飯店有熱水器嘛 我就 買回去看早上有沒有時間 跑就後來我在日本都沒有 泡到 就是起來就去外面了 如果我在日本有喝到這個的話 我會再抓三包然後再回台灣 這真的超好喝的 我跟妳說它味道喝起來像什麼 反正它是這樣 它還蠻好化開你不一定要用很燙的水 你用溫水就好了 它喝起來呢有 立頓奶茶的味道 可是沒有立頓奶茶它 我一直覺得立頓奶茶很好喝 可是它有一個味道是有一種 夾夾塑料 夾夾塑膠感 我發現我想的事情都會往上看 然後就翻白眼給大家看 我要改到這塊吸管 就是它的素 立頓奶茶喝起來有一種 立頓奶茶喝起來有一種 塑膠感 它是好喝的 可是它那個塑膠感 就是讓人中毒的原因 就是中毒很愛喝的原因 這個呢其實是很像 立頓奶茶的翻版 可是它沒有那個夾夾的感覺 反正是超級好喝 我開了第一天它就剩下半包 就是剩下一半 就我跟小編狂喝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回台灣好像也沒有看到這個 但我在洛杉磯的日本超市好像有看到 然後下一個呢是這個 紫緣油 它這個是 好像是 愛麗絲的 不是 剪高跟鞋的那個童話故事 沒有人可以詢問 剪高跟鞋的那個童話故事 的那個限定版本 然後我是在 日本經常免稅店買的 指甲師跟我說 你的手指頭非常的乾 你自己平常有沒有在保養 然後我想說我有塗護手霜啊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會去搓你的 就是這個手的這個邊緣嗎 我說沒有 然後他就跟我說 叫我可以買這種油 然後 你無聊的時候就這樣 直接塗給你們看 因為我很容易起皮 換季我這邊就很容易起皮 然後你就這樣稍微這樣搓一搓 然後他真的就會好了耶 就是你就是看不到我起皮的那個 地方就會消緩 但大概維持個兩三天 就是你想到還是要稍微塗一下 然後重點是他起皮之後 就是他塗過油之後的起皮 是很好撕開不會痛的 就很像可以換個皮這樣子 然後他這個筆頭非常的舒服 他是這樣 我要怎麼弄給大家看 他是這樣 呃 軟軟的 感覺 然後有一種塑膠棒 然後上面有毛的感覺 就很舒服 然後他有一種 淡淡的 水果香 就這個我也覺得必買 這個牌子是 Dartanel Daycare Oil 然後再來 第三個呢 是這個萬用膏 我買這個也是因為 就是我去按摩 去做腳底按摩 然後他就說我的腳怎麼長 一粒粒的 他跟我說日本有個萬用膏非常好用 他就叫我去買 然後我也是在日本機場店買的 這個我買了之後呢 就我日本朋友跟我說他家裡也有 就是好像是 家庭並備的 然後 也有朋友跟我說他也有 說這個超神奇 自己也用過了 真的很神奇 所以我皮膚還蠻容易過敏 就是 曬太陽的時候會長一粒粒的 而且會癢 我這次回去的時候沒有那麼熱 我覺得是我還可以忍受的熱度 然後可是回來的時候還是就是 在那邊的時候就已經長了一粒粒 然後腳底板很誇張 就是 現在都還留疤了 就有點誇張 對 就是長了很多一粒粒的這樣 我不知道這看不看得到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它是非常細微 然後你這樣細看會這樣吐起來 所以我都 現在都不敢把東西擦在這個手上了 因為會癢 然後這個東西呢 它是這樣一個藥膏 我是買小的 我應該買家庭好 它 它是這樣 然後你就稍微這樣抓一點點有沒有 然後塗在手上 它這個呢 然後就幫我治癢了 就我那天也是 就是 回來之後 又開始起一粒粒的嘛 過敏 然後塗一塗之後 就不癢了 然後我就也睡得蠻舒服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很神奇 因為它就是 它叫萬用藥膏嘛 然後我做了一下功課 它是連就是 你在上妝 你在上妝前也可以塗 就 我最近鼻頭也是非常過敏 很誇張就是 因為 天 台灣 然後我回台灣 只要回台灣 燙回來就會這樣 因為台灣天氣跟 加州實在是太不一樣 加州是非常乾 台灣是非常濕 然後我皮膚就會 就是只要 有 就是有一個季節突然這麼大變化 我皮膚就會過敏 然後所以就導致我皮核非常乾 然後又會破皮 那我就在上妝前塗這個軟膏 就塗一點 就 不會痛也不會癢 就你受傷的時候也可以塗 它有消毒的作用 家裡必放這個 下一個呢 是 我先介紹面膜好了 面膜的話呢 就這個 我買了 它有兩種 我忘記 我忘記 這兩種的差別是什麼 我拿一個時候 是有請我日本朋友 幫我去問的 他跟我講 我忘記 應該就是跟保濕有關 我一定是會買跟保濕有關的 然後一個是黃色的 一個是紅色的 我都在看的時候 我就看那個圖啊 就想說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你面膜拿出來之後 然後還有一坨很像蜂蜜的東西 也太豐厚了吧 結果後來我帶回去之後 就跟我妹一起敷 然後我自己敷 真的 你用完之後 它就是會多一坨東西耶 真的不誇張 就這樣一坨 然後很像蜂蜜 蜂膠的那種 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塗 你整個脖子 整個身體 就很棒 然後而且我後來發現 我真的還是覺得 這我自己的感覺 加州就是一個很乾燥的地方 可是他們的保濕面膜真的 也有可能是膚質的關係 我真的覺得他們的保濕面膜 就是賣的沒有比 日本啊 或是台灣的好 台灣的面膜真的是100分 我這次回去也買很多台灣的面膜 真的很誇張 我好像很久沒有用這麼好的面膜 我真的覺得台灣面膜真的很棒 然後再來日本第二 然後再來是韓國 然後呢 台灣的面膜呢 就是 欸現在不是要講台灣面膜 現在是要講這個面膜 就是亞洲的面膜 亞洲已經本身是一個非常濕熱的地方 可是他們還很加強做保濕 保濕面膜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就說為什麼 我覺得這是為什麼 就亞洲人 常常會被說亞洲人看起來比 而西方人年輕很多 因為女生只要少了水 所以就會乾乾粥粥就會閒老 我們就已經在那麼潮濕的國家環境生長 然後保濕面膜做得這麼好 難怪我們看起來年輕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那回去呢 就是要 囤這種面膜 這種面膜就可以已經達到藥妝效果 就是如果你住在加州的話 保濕面膜可以帶好幾箱回來 再來下一個呢 它也是面膜 它是這個 這個我是看Kevin老師介紹的 是Kevin嗎 是嗎 我買了兩盒 我因為就是要省面膜 我把它放在一起 可是一個是貼這個 嘴角的 一個是貼眼下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 眼下的長這樣 反光 反光 眼下長這樣 然後嘴角的長這樣 我還沒有用過嘴角的 可是我用過了眼下 然後它 我為什麼買這個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老師在介紹的時候 就是說它可以睡覺貼著 然後你早上起來再拿掉 它可以就是 會 就是你睡覺它也不會掉 然後它就是要讓你敷一整個晚上 我貼上去的時候感覺超級不舒服的 就我想說 蛤 怎麼那麼難用 就有點後悔 那我就算了 那我就想說看明天早上起來怎麼樣 後來我明天早上起來之後 因為我貼上去的那感覺 它是非常 就是緊緊的 有可能緊緊也是因為它就是要 讓你有點像是 就是幫你去皺紋啊 保濕這樣子 它的功效 我也不是很懂 然後這樣我的皮膚是比較薄的那一種 有一點點拉扯會痛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那就看早上起來怎麼樣 結果早上起來 我撕下來的時候 我嚇到欸 我撕下來的時候就覺得 喔 這個沒有買錯 就這個面膜 它是像一個貼紙 你撕開之後 它就是一個很像貼紙的東西 然後是乾的 它不是濕的 然後你就這樣黏上去 可是今天起來撕掉之後 它是 你的皮膚 很保濕 然後好像 就很像 燙過 運動吧 保濕 然後又非常的 平滑 就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我也是很推 然後再來呢 第六樣 第六樣的東西 是這個 這個呢 這真的很好用欸 就 我 我沒有 我沒有去過腳毛 完全沒有 所以我腳毛還蠻細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刮過嘛 然後 呃 我就不用在手上 我現在手整片都一粒一粒的 就是塗一個厚厚的一層 它 它玩起來其實很香 然後有一種 呃 你在染頭髮的時候 那個 染頭髮的時候 會有的那種藥水味 淡淡的 然後它就是這種 乳膏狀 然後你就是把它厚敷 就是譬如說 假如你的毛 你的毛多長 然後你就厚敷到 整個 蓋掉整個毛 大概敷個 呃 三到六分鐘 它這個棒子 就是給你拿 就是敷到 就是譬如說你敷到你的腳上 然後你給它稍微這樣子敷平之後 然後這樣敷著三到六分鐘 然後你再用它的這一邊 或是 呃 這一邊 這樣子刮掉 然後你刮的時候不會有疼痛感 它就是 毛就會整個這樣 一起這樣掉下來 或是直接拿衛生紙擦也可以 不用用這個刮 還不錯 就是如果假如你不敢去雷射除毛 因為我知道日本還蠻流行雷射除毛的 然後聽說會痛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就是如果假如你要緊急除毛 你又不想要去做雷射的話 這個可以家裡可以放一支這樣 它這個有缺點 但是在我可以接受範圍內 就是你用完之後 你的腳上會有 非常非常重的藥水味 軟頭髮的藥水味 然後是 甚至是有一點刺鼻 所以你用完的時候一定要 就是可能順便洗個澡啊 洗拿肥皂去洗澡 把那個刺激味道把它弄掉 另外一個缺點是 嗯 一個禮拜它就會再長出來了 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從來沒出過毛 所以長蠻比較快 我不知道其他人用 可能不會像我一樣長那麼快 因為我 啊有可能是這樣欸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上禮拜才撿到這裡吧 馬上就長了 就是頭髮 我頭髮也長蠻快 可能我的毛就是長很快 其他人看可能用可以 維持久一點吧 好 那再來 第七個 是我最期待的東西 就是 OPRA的 口紅 我其實在2017年 過年的時候 就 那時候我第一次去日本 然後我就 買了這支 OPRA的口紅 用過之後 敬畏天人 覺得怎麼這麼好用 然後我其實 那個影片有分享 大家可以 去看一下 就跟 哈拉谷跟倫夏拍的影片 然後我又 買了 四支 然後我先給大家看 我當時 那個時候買的顏色是5號 我已經用到這樣了 捨不得用完你知道嗎 它的顏色是這樣 非常日系這樣 我在加州的 藥妝店 就每次藥妝店的話 比較少 容易看到 這樣水感的口紅 其實 那個時候就有點後悔 怎麼只有買一支 而且我那時候在舊金山嘛 舊金山這種 日系 韓系的藥妝店偏少 洛杉磯現在超多 所以其實還蠻好買的 但我沒有看到 這有沒有買 我最近沒有去逛街 這是我當時 第一支買的 我就大愛 然後狂推 大推 然後去日本也 心心念念的想著要買它 我這次去日本呢 又再多帶了 四支這樣子 嗯 我剛剛才發現 我帶了一模一樣的顏色 代表我真的還蠻喜歡這個顏色 我其實去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我裡面買的 那支顏色是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 當下也是試 我覺得喜歡的顏色 結果這支是跟 我原本買的是 一模一樣的顏色 但它的包裝真的變了啦 好 所以我不用開這個了 因為它就是 五號就是這個顏色 好 那我再開另外一個顏色 是二號的 二號的顏色呢 嗯 好像 欸 我知道為什麼會買這個顏色 這顏色比較淡 可能日常的話 比較適合戴這個顏色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顏色 是這個我也還沒有用過 現在可以給大家看 這個是102號 是他們的限定色 好像台灣沒有賣這個限定色 限定色呢 其實我那時候超級猶豫要不要買 它是102號 它如果妝沒有 然後我先給大家看這個限定色 喔 等一下 它是有一種 帶粉的 帶燭光的裸色 看這個怎樣 前面這兩個是兩顆 這個是有帶小小的兩片 這個口紅色 如果妝沒有對好的話 可能會閒繞 可是 如果你妝畫好 配上這個 102號這個顏色的話 它會有一種 婉約 氣質 的感覺 所以我還是買了102號 因為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好啦 然後再來下一支呢 就是這個 長的這個 長的是他們 就是我之前沒有看過 新出來的 它的 特色就是它更果凍感 對我來說 他們都已經很水 這個顏色會更水 我畫在這裡 用 就是 更透明色的感覺 更多吧 這個 然後它是 6號 這四個顏色呢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差別 可能是燈光太亮的關係 但這個就是最橘的 然後再來是 蛋 粉 再來是 最裸 然後這個是還紅一點 深紅一點 所以 美國藥妝其實不太容易買到這種水感的 口紅 然後我覺得 可以多帶一次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七樣日本品買的 小物 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個禮拜見 欸 是下個禮拜嗎 好啦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支持廖代替購買 支持廖代替購買 小貝 那些像是 我們下個禮拜 走